而高雄今天新增了五粒本土個案追溯源頭 都跟北部有關 首先在鳳山的一間 連鎖早餐店分店 他們一家四口全部確診 那麼感染源就是家人 有相關的北部旅遊史 店家前一天晚上就貼出公告 跟顧客說抱歉 必須關店 那麼另外一例是高雄榮總資訊室的外包商 他是曾經接觸來自北部的確診親友 高榮就召回員工 跟匡列高風險對象採檢 說目前沒有院內感染的情況 鐵門拉下環保局人員在高雄鳳山 這間全國連鎖早餐店的分店 周遭大消毒 店家一家四口確診 感染源是60多歲的阿嬤 她無症狀 40多歲的媽媽和媽媽的姐姐 3歲的小兒子都染疫 而5月31號同住的10多歲大女兒就確診 這是一起家庭群聚案 在事情的發生 一開始是由案8992 跟案8989這位台中的友人在台中被通報確診出來 顧及早餐店的顧客很多 市府提醒5月18到5月31號曾到過這家早餐店的民眾 有異狀趕快前往快篩 還有一例是高雄榮總資訊室的外包商 20多歲男性跟北部確診者有接觸而感染 他的足跡有肌肉飯店跟超商 榮總表示召回員工和高風險對象回院檢測 目前無院內感染情況 有15位的密切接觸 跟62位的這個接觸者 另外一起先前感染事件 仁慧醫院的一名行政人員5月10號發病 卻因為隱匿足跡 沒講他曾在5月12號去過鳳山賭場停留10個小時 造成後續的排間群聚案 一度找不出感染源 市府強調將重罰30萬 在台南的部分新增2例本土案例 是一對70多歲的同住夫妻 兩人是白河家庭群聚案的鄰居 那個其中一個案子案主泡茶 就泡茶之後呢 他就回去傳染給自己的先生 個案阻擊主要是白河山產市場 其餘都在住家和旁邊土地活動 相關場所都已經完成清銷 華日新聞 劉漢山 我們要許文南 高雄台南報導